我讨论我们的来本来 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唱到一些新新闻的主演 鼓鼻林的节目的时候 我讨论一下 一些冲末的梯 有很多人外的梯 冲末的梯 很多其他的秘密 一些生日的历史 他跟他说 一台问题 存在于高业问题 所以 我讨论是九岁 以前台湾有一个 一春幼的基金 管理九岁年的基金 有一个性比基金 去改变工作 你不要想到 马克思选出做到的 医生的团 他的社会 我当时其实 我也很高兴 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到 清职教育基金会 但是呢 发现到那边 因为我自己小朋友 我几乎很少有时间可以孤独他 所以后来我也是真的 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违背我自己的信念 就是我去做那样的事情 可是我很少时间去陪我的孩子 所以我后来还是离开 那离开我休息一段时间 我觉得台湾有两件事情最重要 我刚刚其实也在跟芬兰姐谈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是教育的问题 一个是这个土地的问题 那我觉得台湾的农业问题是非常重要 所以后来也有朋友邀请 因为台湾人都习惯说 好像进口的东西才是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也在这当中了解到 台湾的这个粮食的问题 粮食自解育的问题 还有我们的农地污染的问题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非常 我觉得那样的工作我其实是非常喜欢 因为跟土地非常的接近 那也在同时呢 就我做了一段时间 那新新闻有一群就是过去我媒体的朋友 媒体界的朋友 就说你新新闻现在要重组 所以希望可以有新的团队进来 那我跟他们说我已经不想再做媒体 其实做媒体真的一来真的很累 而且呢我觉得媒体 台湾的媒体已经环境不像当年 那但是因为这群大家也是真的很希望说法 新新闻可以重返他当年的荣耀 从过去新新闻曾经真的是一本 所有人都要看的杂志 那曾经真的是在那个年代 是销售量最高的杂志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让他重返荣耀 所以也因为这样就是 也跟我们的那个投资者谈了好几次 后来我们就组了一个团队 大概在去年11月12月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回到新新闻 那这段时间我们在今年3月改主 那因为今年3月12号是新新闻25周年的生日 所以那个礼拜我就整个改版 那开始一直走到现在 那我们也一直在做微服的调整 那新新闻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自己做了 我也希望说它过去是一本政治新闻的杂志 那现在我们希望政治可能可以占到一个一定的分量 然后财经也有 那民生社会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民生社会议题也是政治问题 没错 没错 其实那一种我一家里的那个政治 说个一个动态问题 对对对对 其实不是嘛 对对对对对 当然动态应该有一个逆次形态的问题 是 有更重要的 本來就是審判 是在當中的公養的審判 所以民生意義在一道做媒體的年齡 對前途比較關心的年齡 他的民生意義在抹擦 民生意義在關心一道一道 其他的政策的問題 種種的問題 所以並沒有寫事情 所以不關心寫事情的時候 其實在讀到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的時候 要想得到他的政策問題 所以一旦是 如果有媒體和故事記 人們在訓練中的報道論壇 提到跟國際談論壇 有些事情對民生意義在談 民生意義在談到那裡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不談到所謂的平常人講的政治問題 所以如果點多鐘 先談這張問題 再來談民生問題的時候 但是有時候就有些 把他搞得清楚 是 是 是 不感覺到 到底呢 這個民生問題的問題 因此 有馬克思斯心 感覺 我心裡 最最最最最最擔心的事 其實 其實在這個年齊 我們都會有幾乎 都會有討論這個能源的相關的議題 能源問題實在明義一個觀察 要的那個血糖 整齊的時候 能源那個 number one 那個氣而糖的事情 我們審法一度沒有能源很重的 在國共和台灣 自從台北一直面對那個能源沒有概念 一說到能源的時候 最多是說到很能 沒有很能的發作你的 非常少 其實像這一期的星星我們就有幾篇文章 那我先介紹我們有一篇文章 是介紹了一位葉公平博士 葉公平博士他是恭敬的恭 和平的恭 他其實很好玩 他是台灣人 那他年少的時候 他曾經讀過北英女的初中部 也還蠻有趣的他的經歷 那他自己本身呢 初中後 那個時候北英女還有招男生 那他那時候在星店唸 那後來他就去日本唸書 然後他又去美國 也再去美國唸書 他加入了在美國他唸了MIT 就是麻省理工學院 大家都知道是科技方面非常專業的學校 那他後來就進到那個肺炎實驗室 這個是高能物理的實驗室 非常重要 那其實葉博士呢 他非常重要的是他一直在談新能源 替代能源 所以我們這篇報道呢 我們就講說 當高能物理學家碰到低能證 那這個葉博士他就覺得說核能應該換成這個 他有講到一個度能源 其實這個度能源 就是一個金字面在一個圖 度能源其實是什麼 他其實是二次大戰前就發現 而且他也一樣是在圖裡面 發現了一個能源 但是呢他可以用一萬年 可是他不會產生那個 他也是一種核分裂的反應 可是呢他在很短的時間 他不會留下那個劇毒劇汗 所以那個時候 葉博士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在陳水扁總統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綠色系的 他邀請那個葉博士回來 葉博士也很高興 那他就跟那個那個陳總統 那個時候提到說 其實一座度能源廠 跟核四廠一樣的規模 只要兩億元金 可是你看我們現在要編五百億 海力去讓核四運轉 而且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運轉 而且一旦運轉 那個問題還不曉得在哪裡 所以目前那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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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不是 在法律中有三百一座屋舍 旁邊還有一個天床 八個碎,然後彎跳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四天的驚喜 一般年,兩般年,四般年 沒有人知道 八般年驚喜 到時候都會有很多材料 才會有很多材料 才會很快 所以有一個很難的問題 才是 應該始終來談 還是提到一些信心問題 有記法篇有關 我們幾乎每一集都會有相關的能源的探討 因為像這一篇 其實我覺得如果關心能源的朋友 其實應該真的可以深入看一下 因為葉博士也在講到說 還有講到說除了杜能源以外 他講風力發電 很多人都說台灣不適合風力發電 可是呢,其實國外很多學術期刊都已經看到 台灣是全世界最好的風場 我們真的非常適合做核能發電 而且呢,像今年全世界的這個風力發電 風能就增加40萬 40兆瓦 那相當於40座的核能發電廠 那太陽能也有30兆瓦 就是30座的核能發電廠 所以只要五六年 光是太陽能、風能 就可以取代全世界的核能 你看全世界現在有400座核能發電廠 可是他只供應了全世界2.7%的電力 所以我們要花這麼多錢 去搞一個可能是我們真的是百萬年的災難 所以葉博士其實他一直在談這個東西 當時他跟陳忠勒統提這個東西 可是台灣並沒有做 後來呢,日本小全政府就請他去沖繩 做了一個科學研究所 所以現在沖繩他們有這個最先進的科學研究所 所以他說,本來大家覺得沖繩這麼偏僻的地方 他說可是科學家呢,他會去南極、會去北極 他根本不在乎地方偏不偏僻 他要的是那個,就是說 他這個地方能不能做研究 只要可以做研究,科學家都愈不去 當然,我們就知道說 像是在德國去尊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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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皮 在法治基督的執念 去做研究 這台版的,始終會有一個災神門 馬來當成那個洗澡到咖喇佛的用來 像是在那些清菜檔期的災神門員 是,是 不免擁擔 不過,要用可能其他一個災難的 甚至最近 因為殘疑那個尼酸、尼酸的研究 在這裏說,用這個災神門員的研究 從九年開始,一直 一直都不準 做災神門員的研究 災神門員並沒有說 目前的唐人家說 一個地方做的順利逢的法天 一個地方做的順利 一個太陽能法天 一個做的法天 做的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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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最後一個長度 那總之是使用一個年輕 使用那個披霞 披霞等 等 還有呢,人家的災神門員 你發天了以後 要必須要留在天廟 又做冰臉 對 反正說呢 他在大師 萬難全全是要做一個 基本神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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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種法 一個 百天的法 去順利做 反應一度的問題 做的 要做年輕 對 甚至呢 我們必須要 一度人的殘疑 其實災神門員 最後的部分 在台灣 也很緊張 生涯生涯生涯 所以呢 就是靠一個 宅生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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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新中文一直在做持續的報導 那 這期新中文 我們也有 國際的 也談到日本在核能之後 其實他們的媒體 因為主流媒體 都不敢報導真相 所以就有新的媒體崛起 譬如說那一部 是 那他們就 在這個媒體的改革上面 其實也因為 這個他們就在講說 福島核災 是相當現代版的官員之戰 讓日本的反核勢力 跟永核勢力 才是逆轉 那這個是史無前例的災變 所以 讓這個傳統媒體呢 跟新型媒體 角力也產生很大的決定性的變化 其實這很有趣 讓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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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